聊带致意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罗沙海市 一位商人的儿子叫马继 自龙梅 他生得风度翩翩 仪态优雅 他从小风流倜傥 喜欢歌舞 经常跟戏曲艺人一起演戏 扮成女子时甚至比女子还美丽 所以他又有俊人的雅号 十四岁时 马继进府学读书 就很有名气 父亲年老体衰 就不在经商 在家中养老 他对马继说 就凭这几卷书 饿了不能当饭吃 冷了不能当遗传 你可以继承父亲经商的事业 马继从此便逐渐学起经商来 马继跟人到海外经商 船被飓风吹走 漂浮了几天后 到了一地 那里的人瞅得出奇 看见马继来了 认为他是妖怪 吓得四处逃命 马继刚看到这种情景 也大为恐惧 等到知道这是该国人害怕自己时 就仗着胆子混吃混喝 遇到吃东西的 马继就跑上前去 人们惊慌逃跑 马继便吃剩下的食物 后来 马继进了一座小山村 村里有一些像貌像人的 但是衣衫蓝绿像乞丐 马继在树下休息 那里的人不敢上前 只敢远远地观察他 时间长了 村人觉得马继不会吃人 才逐渐凑上前来 马继笑着和他们谈话 他们的语言虽然不通 但也可以听懂一些 于是马继讲述自己的来历 村人大喜便告邻里说 莱克并不捉人吃 不过 非常丑的人仍然掉头不看他就走 最终还是不敢前来 那些近前的人 长相同中国人相似 他们一起摆下九十来请马继 马继问他们怕自己的原因 他们回答说 曾听祖父说 由此往西二万六千里 有个国家叫中国 中国人的样貌大都长得非常奇怪 但只是听说 今天才相信这是真的 马继问他们为什么穷 回答说 我们这里手中相貌 不看文章 那些体貌最美的当上青 体貌次质的可以做小官 再差一点的也可以求得贵人的宠爱 所以能有美食来养活妻子和儿女 像我们这些人刚生下来时 父母都认为不祥 我们就被父母丢弃了 那些不愿抛弃的 其实都是为了传宗接代 马继问这国家叫什么 回答说 叫大罗沙国 自此向北三十里是我们的都城 马继请求领他前去观光 所以大家很早就动身了 带领马继一同前往 天色大亮后 他们才抵达都城 黑色石头砌成的城墙高大威严 楼阁高近白尺 但屋顶很少用瓦 而用红石覆盖 如果将红石磨碎 和丹沙没有两样 当时正值宫中退朝 朝廷中驶出一架豪华的车马 村人指点说 这是相国 马继一看 相国的双耳都长反了 有三个鼻孔 睫毛盖着眼睛 像帘子一样 随后是几位骑着马的官员 村人说 这是大府 并依次分别指明他们的官职 这几位官员的相貌丑陋无比 只是随着职位的逐渐降低 也相应的不那么丑了 没过多久 马继走上归城 街上的人望见马继 仍旧吓得四处奔逃 像遇到怪物似的 村人极力解说 人们才停在远处来观望 马继回村后 国中无论大人小孩 全听说有奇怪的人来了 于是 世神官患争着要开开眼界 便让村人邀请马继前去做客 但马继到了 又将大门关闭 一家男女都偷偷地从门缝中边看边溢 过了一整天 没有一家人敢招待他 村人说 这里有一位直己郎 曾为先王出使外国 见得世面多 也许不因为见你而恐惧 马继登门拜访直己郎 那个人不仅很高兴 还热情地招待他 一看直己郎的长相 像个八九十岁的人 眼睛突出 胡须卷曲浓密 就像刺猬 直己郎说 早年我奉国王之命 经常出使外国 唯独不曾到过中国 现在 我已经一百二十多岁 又得以见到上国人物 一定要上书国王 不过 我退隐山林 又十几年不上潮了 明天早晨 我为你走一遭 便摆上酒饭 进主人待客之礼 酒过数询 直己郎叫出歌姬舞女十余人 轮番表演歌舞 歌姬相貌十分丑陋 都用白锦缠头 红衣托在地上 也听不懂歌词的含义 唱腔与节拍都很离奇 直己郎看得高兴起来 问马继 中国也有这些音乐吗 马继说 有 直己郎请他歌唱一曲 马继便敲着桌子唱了一支曲子 主人高兴地说 真奇妙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美妙的歌 第二天 直己郎前往朝廷 把马继推荐给国王 得到国王召见的旨意 旨言有两三个大臣说马继长得古怪 担心吓到国王 于是国王改变了主意 直己郎立即出宫告知马继 表示身为惋惜 过了很长时间 马继与直己郎喝醉了酒 无起见来 又把脸用眉涂成张飞的样子 直己郎认为这样很美 说 请你以张飞的面目去见宰相 肯定会得到赏识 丰厚的俸禄就不难得到了 马继说 嗨 当游戏还行 怎么能改变面貌来换取高官厚禄 直己郎坚持要他这么做 马继才答应下来 直己郎设宴请居于药职的官员吃饭 让马继化好脸等待 不久 执政要员来到 直己郎叫马继出来见客 执政官员惊讶地说 真奇怪 心前那样难看 为什么现在变得美丽了 便与马继一起喝酒 喝得非常高兴 马继婆娑起舞 唱起一阳曲 令在座的人无不佩服 第二天 执政要员都上书称赞马继 国王大喜 派使者手持精洁去赵马继 见面后 国王问中国的治国安邦的策略 马继原原本本地陈述 大受嘉许赞叹 国王在别宫设宴款待马继 旧有姓正浓时 国王说 听说你善于演奏雅跃 能否为寡人演奏一曲 马继立刻及其起舞 也学歌姬舞女的样子 以白锦缠头 歌唱着些小曲 国王大约 当天任命马继为夏大夫 马继时常参加国王的家宴 受到的恩宠极不寻常 时间长了 百官怀疑马继的相貌是假的 无论马继走到哪里 总是看见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他 与他不肯亲密 至此 马继感到孤立 坠坠不安 于是他上书请求辞官居家 国王没有答应 又要求短假休息 于是国王准他三个月假期休息 于是他乘坐一车 载着黄金和珠宝 又回到山村 村人敬畏地跪着行走来迎接他 他把钱财赠予帮助他的人 村人欢声没动 村人说 您如此厚待我们 明天我们去赶海誓 应能找到珍宝玩物来报答大人 马继问 海誓在什么地方 回答说 那是海中的集市 许多焦人在那里做珍宝生意 四方十二国都来这里贸易 其中或许有仙人 那里云霞遮天蔽日 见货波涛大作 而贵人看中自己的性命 没有胆量设险 都把钱财交给我们 让我们去贷买奇珍异宝 现在 离赶海誓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马继问他们海誓的具体时间 他们回答说 每当看见海上有猪鸟飞来飞去 七天后便有海誓 马继问出发的日期 打算一同前往 村人劝马继保重自己 马继说 原本我就在海上经商 还怕风浪吗 不久 真的有人委托购买海誓奇珍 马继便与村人把钱财装上船 船能容下几十人 平平的船底高高的栏杆 十人一起摇鲁 船辱离弦的溅 溅起躲躲海浪 大约走了三天 远远看见水云荡漾的海中 楼阁层层叠叠 已有许许多多的商船到了 不一会儿 他们抵达城下 只见城墙上的砖都与人一样长 城楼高耸云天 他们寄船停泊 登岸进城 只见海誓中满是光辉夺目的珍宝 大多是人世皆没有的 这时 一个少年骑着骏马跑来 集市中的人们都四散逃开 说此人是东阳三太子 太子经过这里时 看着马继说 这不是一帮之人吗 随从马上来盘问马继的籍贯 马继在路边行礼 一一陈述自己的籍贯与姓氏 太子高兴地说 既然城蒙光临 真是缘分不浅 于是给马继一匹马 邀请马继与他同去 他们出了西城 刚到海岛的岸边 人们骑得马撕叫着跳进水中 马继十分害怕 只见海水涌向两边 形成两道墙 不久 马继看见一座宫殿 以戴帽装饰乌粮 以防御林铺成乌瓦 四壁亮晶晶的 马继下马拱手行礼 走进宫殿 那坐在殿上的正是龙王 太子启奏说 臣在商室闲逛 遇到一位中国的闲士 领来觐见大王 马继上前行拜无礼 龙王又说 您是贤德的人 文章定能超过屈原与宋玉 本王有意劳顿先生 写一篇海事父 万望不吝清诸谢玉的妙笔 承此美闻 马继行礼允诺 于是给马继拿来水晶宴 龙裂笔 纸张光洁似雪 默契芳香如蓝 马继很快将文章写好 呈给龙王 龙王十分赞赏地说 马先生才能出众 为水国增光不少 便召集龙族各支 在彩霞宫聚饮 九郭树寻 龙王向马继举杯说 寡人的一个爱女至今未得良绪 希望能嫁给先生 先生或许还有意吧 马继离席站起 充满感激 虽然答应了 仍有不安 龙王对身边的人说了些什么 一会儿 几千宫女扶着龙女来到席前 于是配环叮咚作响 乐曲骤然奏起 拜礼结束后 马继偷偷一看 龙女的容貌非常美丽 龙女拜完后 起身离去 不多时 酒宴结束 并有宫女提着美丽的宫灯 领马继走进旁宫 龙女身着浓妆 坐在那里 等待马继的到来 室内有装饰着八宝的珊瑚床 围杖上的流苏 坠着陡大的明珠 被入芳香而清软 天刚亮 几个年轻美貌的宫女 就前来服侍 在他们身旁站满 马继起身后 快步走出 前去上朝拜谢 马继被封为驸马都尉 他的海师父四海皆知 珠海龙王都派专人前来祝贺 争先恐后的送请柬 叫驸马赴宴 马继身着锦绣的衣裳 骑着五角的青龙 前呼后拥 一行人出的宫来 随行的武士有十多人 都带雕工 肩扛大杖 光彩闪耀 甜色道路 一路上马上有人谈争 车中有人吹笛 只用了三天 便游遍了珠海 自那以后 龙眉的名号传遍珠海 龙宫中有一棵玉树 粗可荷抱 玉树有着晶莹剔透的树干 像白色的琉璃 中间有淡黄色的树心 树梢比胳膊细些 树叶类似碧玉 约有一枚铜钱那么厚 玉树的叶片细小浓密 在地上留下一片阴凉 马迹经常与龙女在树下歌唱 玉树的花形如枝子 花儿每落一半 都发出清脆的金玉之声 拾起花瓣一看 如同红玛瑙雕楼的 亮光闪闪 逗人喜爱 龙宫里有一种珍惜的鸟 时常鸣叫 此鸟生着金碧尖杂的羽毛 尾上的铃子比鸟身还长 发出的叫声 如同玉制乐器所奏的哀烦曲调 动人肺腑 每当马迹闻听鸟鸣 便会思乡 于是对龙女说 我自从与父母分别到现在 已有三年了 想起这些就剃泪满脸 汗流浃背 你能跟我回家去吗 龙女说 仙境与尘世阻隔 我不能陪你回去 更不忍因夫妻之爱 夺去你与父母的天伦之乐 让我想想可有什么策略 马迹听了 不禁流下了眼泪 龙女也叹息说 这势必不能两全其美了 第二天 马迹外出归来 龙王说 听说你想家了 明早回去可以吗 马迹表示感谢说 作为旅居外乡的孤臣 承蒙错爱 家以优待宠爱 您的恩德我永继在心 请让我暂时回家探亲 我会想办法再来相聚 晚上 龙女摆下酒宴 与马迹化别 马迹请求约下见面的日子 龙女说 情缘已经了结了 马迹悲伤一场 龙女说 您思念家乡 这是孝顺 人生的聚会离散 一辈子就像一朝一夕 何必伤心落泪呢 从此以后 我为你守真 你为我守意 两地同心 就是夫妻 何必朝夕厮守 才算白头偕老 假如有人背弃了誓言 就婚姻不幸 假如担心无人照料家务 可以以婢女为妾 还有一事相告 自结婚以来 我似乎有了身孕 临行前 为孩子取个名字吧 马迹说 是女孩可叫龙公 是男孩可叫福海 龙女请求她 留下一物为信 马迹拿出在罗沙国 得到的一对红玉莲花 交给龙女 龙女说 三年后的四月八日 你可乘船到南岛来 迎接你的孩子 便拿出一个鱼皮袋子 装满珠宝 交给马迹说 把这东西珍藏起来 可供给待人用度 天刚微微发亮 龙王设宴为马迹送行 同时将许多珠宝赠予她 马迹失礼告别 出了龙宫 龙女坐着洋车 把马迹送到海边 上岸之后 马迹从马上下来 龙女说了一句 请多珍重 回车便走 一会儿就走远了 待海水恢复原样 便再也寻不到龙女的身影 于是 马迹返回家乡 自从马迹乘船出海以后 许多人都说 她已葬身大海 等马迹回到家里 家人无不感到诧异 幸好父母健在 只是妻子已经改家 马迹想起当日龙女 所说的 手真与手艺的誓言 恐怕已预知今日之事 父亲打算为她 再娶一位妻子 她拒绝了 只是收了个婢女作妾 马迹牢记三年的期限 届时乘船来到南岛 海上飘着两个孩子 拍水嬉戏 位置不动 也不下沉 马迹进前去拉孩子 一个孩子无声地笑着 顺着他的胳膊扑到怀中 另一个孩子大声哭泣 好像受了委屈 马迹也把这个孩子拉上岸来 仔细一看 孩子是一男一女 全都容貌秀美 孩子头上戴着试着美玉的花冠 美玉便是那红玉莲花 孩子的背上有个锦囊 囊中是一封书信 上面写着 公公婆婆都健康平安吧 匆匆三年过去 一道红尘把我们永远隔开 一湾清浅的海水 使我们阴信难通 对你思念不已 终于欲结成梦 时常登高跳望 结果徒增伤感 面对蔚蓝的茫茫大海 满腔怨恨又能如何 然而 念及月宫的嫦娥 单影孤独 对广寒默默 投缩的织女仍在惆怅地面对天河 我是河人 却能与你永远相爱 一想到这里 就又转悲为喜 分别两个月后 竟生了一对孪生儿女 他们也学会说话了 对大人的言孝也颇能领会起义 也会找早吃 抓梨池 可以离开母亲了 所以 我把他们恭敬地送给你 我把你赠送的红玉莲花 坠在花冠上作为标记 每当你看见他们 就像我也在你身边一样 得知你一直信守彼此的誓约 我的心愿得到抚慰 我这一生绝不变心 至死也绝无二心 梳妆盒中珍藏的物品 不再是蓝香席人的枝高 如今的竞争人 也久已不识粉黛 你像远行的游子 我是游子的妻子 即使两地风格 仍保持夫妻名义 难道不是夫妇吗 只是我还在想 即使公公婆婆有孙儿绕席 却不曾与儿媳见面 按情理推断 也算缺憾 明年婆婆下葬时 我会亲临墓穴送葬 以尽为父之道 从此以后 女儿龙宫平安无事 不会没有见面的日子 儿子福海长生不老 希望日后能再相见 请多加珍重 千言万语 只短情长 马记反复看信 直抹眼泪 两个孩子抱着马记的脖子说 回家吧 马记伤痛更重 抚摸着还不懂事的孩子说 你们知道家在哪里 两个孩子哭个没完 置声置气地直喊回家 马记眺望着苍茫乌鸦的海水 只是头书如雾地环形发际的龙女 却秒无所见 烟波浩渺 无通路可寻 只好抱着孩子登船返航 怅然地回到家里 马记知道母亲活不长了 于是将服饰 棺果等物备齐 在墓地种了一百多棵松树和甲树 过了一年 母亲果然去世 当灵车来到墓穴旁边时 却看见一位身着重校的女子 垂手立在墓边 大家正在惊讶地打量她时 忽然急风骤起 电闪雷鸣 暴雨如注 转眼之间 那女子已经不知去向 那些干枯的松白 至此全都活了 儿子福海渐渐长大 常常想念自己的母亲 竟然跃入海中 几天后才回来 女儿龙宫因是女孩 不能前往 而在屋中啼哭 有一天 白天骤然变暗 龙女忽然走进门来 劝龙宫说 人总要长大成家 哭泣有什么用 便给她一株八尺高的珊瑚树 一包龙脑香 一百颗明珠 以对八宝欠金盒 作为嫁妆 马记闻听龙女来了 急忙进入房中 拉着龙女的手 哽咽哭泣 不久 响起一阵雷声 龙女已经无影无踪 对不起 别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